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得对 鬼谷正值用人之计 江湖中 那么多蝎子王八杂鱼烂虾 本座也想用 可是我是鬼谷谷主啊 唯有鬼 才能为我所用 不是吗 黑无常 谷主说得对 黑无常 本座无缘无故 便把你的好兄弟送去做了鬼 你心里可有怨恨哪 谷主杀得好 无趣 来吧 咱们暂且来论你的功 无常鬼 抛施岳阳城的计策 可是你想呢 是 可有他人协助啊 属下也是安排下边人去办的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想不太清楚了 应该没有外人协助 你派谁操办此事啊 白无常 安排得好 无常鬼 你安排得太好了 白无常 办事不利 死有余辜啊 谷主 替属下清理门户 杀得好啊 杀得好 那泰山派掌门 又是被何人所杀啊 开心鬼 他的脸上 可是留着你的记号 谷主 谷主 不是我 真是有人财赃啊 如果是我老开心做的 我绝对不会不认的 很好笑啊 谷主 我这身上老毛病 我这身上老毛病 你这 内心出事 本下 是说不出话 你不转开来的 你 是很好笑啊 看你们吓破胆的样子 自然是好笑 不过也就好笑那么片刻 得找点别的乐子了 过两天 便是正盗狗的群狗大会 来来来 畅所欲言 我们得想个刁钻的法则 让五湖盟幸存的那三头老狗的面子 摔个稀碎 拼都拼不起来 那才叫好笑呢 四季春常在 九州事尽之 主人啊 有何动静 有一个大事 高崇要将他的女儿下下给张成岭 他也算下血本了 是啊 那个高小莲 原本和岳阳派首徒邓宽是一对 虽尚未有媒妇之约 但是人人都已经默认此事了 高崇的决定一出 私下里议论的人不少 对 那个邓宽就是上次 喜丧游戏的幸存者 他前几日刚回到岳阳派 不知为谁所伤昏迷至今 不知为谁所伤 嗯 当时喜丧游戏时婢子在场 邓宽只不过受了一些皮外伤 应该早就好了 不至于昏迷到今日 戏院抛尸一世 可是无常鬼操办的 嗯 你和喜丧鬼知道多少 不多 有什么不妥吗 张成岭怎么说 他娶了高崇独女 也算是李渝月龙门了 那小子呀 平时看起来傻得很 这件事上可都知道得明明白白的 那个高小莲屡屡对她示好 她都不假辞色 不过我觉得那个高崇做得也太明显了 她这不就是等于 把成岭软禁在岳阳派内院 那里外守卫森严 她出不来旁人也进不去 主人 成岭问我 有没有办法带她出来 她挺想你们的 怎么 没怎么 我就是觉得她有一点点可怜 我的计划 你也敢指手画脚 鼻子不敢 人皮皮久了便忘了自己是谁了 别忘了你是无心子上 人鬼殊途 你可怜她 谁可怜你 高崇把张成岭看的这般简 必有深意 你盯紧她 亦有任何异动 及时向我汇报 阿湘 你觉得我疯吗 你就不怕我哪天疯起来 把你也宰了 你疯了我也跟着你 你把我宰了 做鬼我也跟着你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一疯到底